为了保障留学组军与高危险对上联系细生安全 提升机面联系红会议设 中华馆政府是办理中华馆保障留学组军与高危险对上 定属主体用的回车境部器 提供中华馆民更加安全的基础环境 消防法规定 主体如果在这些老人好利基于定属 与中央主管机关既定的定属 都要证主体用回车境部器 可以提早发现回车的发生 马上滴到帮助 减作无必要的人命上无家的产生的损失 所以中华馆政府为了保障管民生命的产生安全 在今年都十分的以上 买了两万多的主体用的回车境部器 开放保障来证 只要习惯来留学组军与高危险军的定属 都可以由生命会申请境部器 来保障管民度的安全 我们彰化防火宣导队 来做居家防火宣导 我们今年有边内六百万 买了两万多只的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 这种警报器一般是装设在五楼以下的住宅 或是没有设火警自动警报系统的 非属于公共中使用建筑物的 一般的住宅或店铺 那没有装设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或是警报系统 往往以往曾经发生过很多的火灾造成很多的伤亡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每一户都来装设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它们不用再拉线 它是独立式的 而且非常的灵敏 浙光度大概超过百分之八 它就会反映 譬如说我们昨天凌晨是不是 河梅发生那个疑似直属机的火灾 那火焰起来它就可以反映 那个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让住在里面的人 即时的反映 火灾发生的时刻 常常都是在人境界上街的时刻 白米在这里是在睡的时刻 这也是用于做生长大人命的生命 目前已经有很多惊火灾案了 都是因为没争主体用的火灾警报器 中华小红教除了汽车站队 下区来留学作团 度计四大 跟新新中的家开放到处来争的服务机关 也开放下区来乎合资给民众 到国庄定期下区小红婚对申请 经过新学后 就能领处自行安装主体警报器 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帝到最好的报告 新中华新门贝并连中华彩虹不得